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行片緝部的节目 今节就想跟大家说讲关于俄罗斯的话题 在几日前,由道道、港道劳布的汇率出现大跌的情况 而且至今年年初起 路布累计的下跌幅度 已经大约有30% 出现这样的情况 俄罗斯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将汇率推高 不过推高的幅度 只是大约有5%左右 实际上就帮不了什么 今次就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路布下跌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上编辑部、证据部和晒冷气 那就到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了 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个画面 大家看到吗? 在8月12日至13日的时候 就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 之后俄罗斯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硬生生地把劳报推上去 不过如果比较上个月的汇率来看 目前整体来说 汇价仍然比7月更加低 在网上有种说法就是 俄罗斯打这场仗 有人说越打就越有钱 为什么有人会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美国越打仗 又是越有钱 为什么俄罗斯打乌克兰 不是和美国一样呢? 所以很多人认为 俄罗斯的经济越是这样打下去 就越是好的 美国在打伊拉克、打阿富汗、打敘利亚的时候 到底那个情况又是怎样呢? 大家要明白一点的就是 美国打仗都是夹带着资本来打的 美国打的石油战争 就是捆绑着美元来一起去打的 而且美元作为世界性货币 那个地位就和劳报很不一样的 因为美国可以借钱打仗 从伊拉克到敘利亚 严格来说 美国就是透过发美债 来到向全球借钱 透过境外融资 从而给到美国军队充足的资金 进行他们的军事行动 情况就好像恒大的美元债 借外国的钱 但实际上对中国一般人就没有影响 美国这样借钱打仗 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政府 所以我们也看到 美国政府一直撑下来的国债的总额 是不断攀升 更加已经突破深十万亿美元了 但是这项债务 对一般美国人就真的没有什么影响 大家不就是继续这样生活 政府不停借钱给美国人使用 美国的福利制度仍然是运作正常 而债务就摊分给全球 风险就由政府来承担 美元的债券 你买了 当中的利息 他们能够照常支付 听听来说 根本影响不了美国民生 所以严格来说 支持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 其实是全球大多数国家 一起来支持美国的 网上有人说 中国抛售一些美元债券 但事实上 这种说法也不存在 是十几年前大规模购买美债的时候 到今时今日都应该到期了 可以兑换本金 但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比较十几年前的购买力 当中从美债所赚取的利息 又能不能够 弥补得到人民币的贬值率呢 这个也很大疑问 至于俄罗斯 是很不同的 俄罗斯的劳暴 就不是全球性的货币 俄罗斯所发动的战争 就没办法 将成本转移到境外 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借钱打仗 而俄罗斯的战争支出 其实就全靠国家的财政收入 虽然俄罗斯 就自称已经超越了德国 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 但事实是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是在上升的 但是奴布对美元的汇率 就持续下跌 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前 美元对奴布的汇率 就大约1比70 现在美元对奴布 已经跌到1比100 而在黑市会价里面 这个汇率更加低 还有俄罗斯 在较早前已经禁止了 私人换汇 同时也为了 稳住奴布的汇率 俄罗斯央行更加是直接加息 将奴布的利率 推高到12% 有些人就想 如果能够将自己手上的货币 换成路报 去存钱 那就可以赚成12%的利息 然后再兑换自己国家的货币 那就赚大钱 但事实就不是这样的 当一个国家的央行 利用提高利率的方式 来到稳定汇率的时候 也就是意味着 这个国家的货币 在市场上 就是被看淡的货币 在市场的预期里面 奴布的汇率是会进一步下跌 而奴布的贬值率 更加是超过了俄罗斯央行的利率 持有奴布的亏损更加之大 现在美元的基准利率已经超过5% 你拿奴布换成美元 吃过5%的利息 然后再结合奴布所贬值的25% 当到期的时候 你换回奴布之后 你会赚得更多 所以 对于俄罗斯的外货公司 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 也会想尽办法 将奴布兑换成美元 不过这样 现在美国完全封杀了奴布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就是拿人民币来做第三方交易货币 将奴布换成人民币 再拿人民币换成美元 在以前俄罗斯的公司 可以用美元换成奴布 但是现在奴布的资产风险很高 流通性也很差 很多钱换成美元之后 你又没办法直接换成奴布 加上俄罗斯所发行的奴布 很多人拿来换成人民币 事实上 从今年开始 奴布已经成为全球新兴市场之中 表现倒数第三货币 其次就是土耳其里拉和阿根廷的披索 要知道 目前土耳其里拉的基准利率达到17.5% 至于阿根廷披索的基准利率 是去到118% 目的都是为了稳住美元的区率 在较早前更有报道说到 阿根廷今届其中一名总统候选人 还姓言会打算废除阿根廷披索 直接将美元造成阿根廷的流通货币 据说 匿名阿根廷总统候选人 目前的民意调查是遥遥领先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原因 因为阿根廷披索已经成为废纸一样了 其实俄罗斯的经济好不好 只需要看看他们的能源出口 作为俄罗斯的第一支柱产业 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贡献率达到一半这么多 意思是俄罗斯政府有一半的收入是靠能源出口 虽然俄罗斯官方声称自己 全球的经济排名排第8 欧洲的经济体排第1 但是从今年1月到7月份的时候 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下跌了多达50% 能源卖不出 意思是俄罗斯的经济 还怎可能会有所增长才可以 俄罗斯几乎没有一个产业能够可以替代能源产业 还有俄罗斯的汽车产量也暴跌了一半 至于中国製的汽车 现在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50% 你们中国製的汽车是贡献了中国的GDP 但是对俄罗斯来说 就没有创造到任何生产价值 接着我想说另一点就是 既然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大国 糧食生产大国 照道理 经济就没理由崩溃才可以 这个想法 又是错的 在苏联时期怎么崩溃的 苏联 不一样是 所以粮食和能源的生产大国 一样会崩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国家有能源都不代表一般人有钱买的 国家有粮食也不代表一般人够钱买粮食的 就算强如美国一样的国家 一样是全球第一粮食能源和军工的出口果 但是当经济危机来到的时候 强如美国都一样会饿死人的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人民 够不够吃 不单止看国家的粮食生产量 更加要看货物流通的效率 简单来说 你不可能要居住在莫斯科的人 跑到西伯利亚种地 是当初数联解体的时候 俄罗斯也一样是能源大国 一样是粮食大国 但是当时的俄罗斯人的生活 的确是很潦倒 市场上更加需要实施 粮食配给当市场经济失灵的话 商品的流通性就会变得极差 有大量俄罗斯人失业 买不起食物 更加不要说买车 因为很多人买不起汽油 俄罗斯能源再多也好 但是没有一滴汽油是免费的 俄罗斯的粮食 无论多充足也好 面包也不是免费的 如果我们看过往的历史 美国在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专门生产牛奶的小镇 就出现过倒牛奶的情况 但是在另一个地方 人们就买不起牛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运输成本太大所致了 当经济萎缩的时候 人民的收入下跌 美国专门产牛奶的地方 就卖不出他们的牛奶 搞到要倒掉牛奶 但是不是专门产牛奶的一些地方 但是不是专门产牛奶的地方 按照道理 就有大量的需求 但是他们就没办法承担 那个运输成本 所以呢 就没办法 买得起牛奶了 当中国当初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经济就出现了腾飞的景况 主要的原因 中国就是获得了一个全球的市场 可以接触到全球的技术、人才 以及将中国和全球的商业模式 互相结合 成为全球产业链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去到今时今日全球化的时代 当一个国家 他们的国际合作伙伴 越来越少的时候 最终的结果 就会令到这个国家 和其他发达的国家差距 就会越拉越大 这一点也能解释到 为什么中国 是会坚持自由贸易 坚决抵制脱钩团链 终其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 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参与者 以及受益者 所以总结来说 有些人说 俄罗斯 在这场仗越打就越有钱 这种说法 可以说得上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长期来看 俄罗斯在这场战争 付出的代价实在非常大 所以 这场仗再拖下去 对俄罗斯来说 就是越不利 当然以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来看 你说会不会出现全面崩溃的情况 我认为始终都不会 但这场仗打到今时今日 对俄罗斯的资源消耗也变得越来越大 在经济上也变得越来越单一 现在唯一能倚靠就得回中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 好了 今集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